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坚硬易碎的玻璃 智能水刀又有怎样的表现 请请收看晚发明 激流利润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我爱发明 今天我们演播是请来的嘉宾还是我们的科学顾问彭老师 欢迎彭老师参与今天的节目 彭老师其实参加我们节目有两三年的时间了 每次都会做各种各样非常精美的道具 您做各种道具的时候用什么切割呢 切割一般是用锯 有手锯 有电锯 有没有想到如果说给你一把水刀 用水刀进行切割 切一些不怕水的像石料金属那应该是可以的 那今天我们要了解的这个水刀它有一个名字呢叫做五轴联动智能水刀 那么这种水刀有什么特点 它切割出来的效果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发明人增级月张世进团队发明项目高精度智能水切割系统 水切割理论最早出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它是利用超高压技术把水加压到三百兆帕左右 然后再通过内孔实际0.3毫米左右的喷水 喷射形成速度超过两倍音速的高速射流 用来进行切割作变 因美系技术的复杂性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用于工业生产 当时水刀刚刚研制出来 大家对这个水刀的切割原理还不是很理解 所以当时我就选择了先对这个水刀的切割原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能否使水刀用于精密加工领域呢 曾几岳通过无数次实验和计算 于1992年在业内首次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数学模型 使高精度水刀的出现成为可 98年我把水刀的这个切割的原理 应用到这个水刀切割的控制上面去 让水刀能够进行精密的加工 由于他的杰出贡献 2005年他获得业内最权威的美国水水流协会最高技术奖 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但是2006年他和同事张世纪一次回国参观 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当时我跟曾博士一起回来 参观了一个横空横开设备制造的一个企业 当时这个企业正好有一台非智能型的水刀 效率非常低 至少我们才意识到国内如果需要加工一些精密的零部件 我们必须要非常精密的一些设备 而且已经加工 所以当时我们俩就决定 把自己多点在外面锁取的东西把它带着回来 为了避免专利侵权 他们选择完全重新研制一款水刀 不但各个部件重新设计 甚至连控制软件都完全重新编写 经过三年的努力 2012年我国第一台五周联动高精度智能水刀 终于研制成功 这台水刀工作压力380兆帕 可以进行三维切割 精度可以达到0.05毫米 您能说一下什么叫五周联动 对两周和三周的水刀来讲 碰嘴它总是处于一个垂直的一个位置 对 那么对五周联动呢 这个碰嘴就可以任何一个方位 摆动一定的角度 这样它就可以切锥面 目前掌握五周联动控制技术 和这个水刀切割技术结合的世界上也只有那么两三家 它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张博士您是哪年最早见过水切割设备 我是02年 但是我在美国密苏里大学读博士的时候 但是我第一堂课就是我在导师也是 让我用一台水刀来切一块铸肉 现在我也有自己的研究生博士生 那么我教他们这个水刀切割的时候一番话 我也让他们从那个食品的切割开始 食品切割开始 对 我这正好准备了一个西红柿 它切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切起来应该非常快 您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咱们看一下吗 可以啊 好 我把它放到这儿好吗 张教授您看这切的怎么样啊 你觉得 切挺好 我觉得在家里切西红柿的时候 有个案板上也会撒点西红柿的这些汁液 这好像什么都没有 对 因为水刀切的过程 那本身力非常小 所以你基本上看不到 一般的水刀切一些 比如说那个非常软的一些东西 都切得非常好 要硬一点的水果呢 比如说切一个西瓜呢 能切得了吗 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试试看 工作人员把西瓜固定在钉子上 依靠纯水的力量 能把大西瓜切开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切的这个干净吗 这东西 干净 因为我们纯水切割的 能吃吗 能吃 我试试 可感怎么样 现在块厂很厉 很多都是用纯水来切的 咱们切了这几样东西 我发现都是一个平面切割的 那能切一个立体的图形吗 可以啊 没有问题 那咱们等会找个比较特殊的材料 再切一个试试好吗 好啊 行 完全可以 好 为此 我们选择了一块海绵 进行切割 我们将在海绵上切一个 像这样的上窄下宽的 立体五角星 据我所知 这个机械加工海绵 比较困难的是吗 对的 非常困难 比如说脊光 脊光烧这个东西的话 很快就找个画的 那这样的图形 它们传统加工方式 是用什么方法加工呢 估计只有用那个手锏 当然有人能剪一下吗 行 我这个研究生小杨 他平时省事比较巧的 经常剪一些东西 我们来让它剪检看 先比照五角星的样子 在海绵上画出图形 然后使用美工刀 像切蛋糕一样 切出一个垂直的五角星图案 然后再给它切一个均匀的上面小 下面大的 这一步是难度最大的 因为脊梢一碰海绵 海绵就会变形 很难进行准确定位 好 我看看 剪完了 给大家看看是什么样了 都成这样了 再看看这个 小心要切得非常整齐 也就是说这个鞋面 或者说这个红面 就是靠成功 根本控制不好 那么 智能水刀 能切成什么样的 要用一个五轴联动的 这个机构 有了这个技术的 立体的这个图形 能切出来吗 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咱们来试一下 好吗 可以 这台机器真能切出 完美的立体图形吗 工作人员输入各种参数 准备切割 五周联动的切割头 在三个电机的带动下 运转高速灵活 水流以三倍音速 冲出喷口 高速水流 与物体摩擦 产生大量热量 使部分水流 都变成了水蒸气 仅仅一分半 五角星就被切好 但它能是一个 均匀的立体图形吗 咱们拿下来看一下 好吗 这是中间切出来一个芯 来 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每一个角都是对称的 上面小 底下大 这个您觉得切的您满意吗 可以 这个挺好的 但是这五角星这个图案太简单了 这些更复杂的 比如说像个窗花 窗花 对 那我能选择材料吗 可以 我听说他们说这个橡胶这东西就比较难以切割 没问题 那我试试看 走 为此我们选择了一副曲线复杂的梅花图案 我们先用适于进行复杂曲线切割的金雕机进行雕刻 金雕机高速旋转的刀头可以轻易切开橡胶 但橡胶的弹性与热溶性也使金雕机走过的路径像被离开的田地 边缘翘起十分粗糙 完全看不出图案花形 那么高精度智能水刀能有怎样的表现 通过是咱们把做的这个橡胶也拿回来了 咱们对比一下 有点太不进入人意了 水切割容易做成它吗 这个是水刀的优势 可以切割容易变形的材料 我看您这已经准备好橡胶 六七毫米的橡胶 六七毫米厚度的橡胶 就跟这个也是一样的是吗 对对对 那能做出像这个纸上打印出来的这个图案吗 我们试试看看 好吧咱们试试看看 那么智能水刀真能雕刻出徐徐如生的图案吗 高弹性的橡胶在遇到三倍阴附的水流时 立刻被划开 边缘再也没有出现 翻卷现象 水刀的控制部分重达二十千克 但是在七颗细微的发行时 依旧显然隔心应手 七颗的准确而且迅速 中国市您觉得会怎么样呢 这个效果 看看吧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 可能不一定好 你看这个有的地方 橡胶有弹性 有的地方已经翘起了 这就是当时图纸里那一幅 您对这个切割效果满意吗 您看一下 我觉得挺好的 你觉得挺好的 非常洁净这个圆图的了 刚才加工都是些比较软的东西 那硬一些又脆的材料 估计也是不好加工 对 比如说玻璃 玻璃刀它切这个杂图案是很难切的 很难切的 那咱们这种水切割能切得了吗 可以的 可以的 那咱们也找一块玻璃试试 好吧 好 由于玻璃质地坚硬 因此增济月决定 添加磨料进行切割 这种磨料水刀 是在水刀的喷射口处 通过红锡作用 加入磨料进行切割 而磨料一般选用硬度很高 并且棱角分明的石六石 它与物体摩擦 可以产生更高的切割力 那么添加磨料后 水刀的七个能力究竟如何 这么厚的玻璃可能有接近 十个毫米 十个毫米 一零一米厚了 那您能切出一个什么图案 我们删除那种玻璃弹簧 玻璃弹簧 对 玻璃能做弹簧 对 就相当于一圈一圈地切出来 它非常薄的 比弹簧一样的 非常软的 那咱们看一下好吗 可以啊 好 我们来切一个试试 行 坚硬易碎的玻璃 真能变成有弹性的弹簧吗 玻璃弹簧是将玻璃 进行螺旋形切割而成 由于本身硬度高 不易变形 因此 只有把玻璃切得很薄 才能展现出弹性 但此时 只要稍有不慎 就会把只有一毫米厚的玻璃打碎 看来切割玻璃 不但需要一把锋利的刀 还需要极高的控制技巧 来精确走飞 玻璃弹簧被打断成三段 这是卫生的 为什么会失败啊 最主要是因为 你看我们下面有水 有磨料 还有一些直线板 有些磨料 它那个贴到直线板上反弹回来 所以稍微受一点的水的反冲力 它都会把它震断 对 我们让水位升起来 水的房间升起来以后 水的房间会减少挺多 水的房间就减少了 对 离得比较远 现在就没有问题 您觉得 现在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的 好吧 咱们再试一次 好 好 仅仅仅依靠身高水位 真能解决问题吗 玻璃被切成仅一毫米的弧形薄壁结构时 自身将会很脆弱 因此 必须以合适的速度切割 速度太快 可能切不透玻璃 太慢了 则会由于力量集中 造成玻璃破裂 底下的衬板 被高压水流打了上来 这次切割 还能成功吗 机器停了下来 工作人员手工清楚了 被切成卷装的木板 切割继续 随着玻璃弹簧渐渐成型 弹簧的面圈 已经慢慢下沉下去 弹簧切割完毕 这玻璃就真的 能有弹性是吗 对对对 你看 可以 在被切成环状薄片后 玻璃竟也有了弹性 刚才我们看到了 增加了磨料之后的水刀 切割效率是大大的提高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要请冯老师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来看生活当中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要对一个物体进行打磨 这时候你可以用 我这儿拿的是一张纱布 你可以用它的背面去打 这拿的是一张纱纸 你也可以用它背面去打 这个打磨效果显然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我用它的正面去打 就是用纱纸的正面 带纱子的粒的这面 或者纱布的正面 这样才去打 你觉得打磨效果跟刚才会一样吗 那当然就是后者打磨效果更厉害了 对 因为这边有很多纱粒 你在干液体结质以后 你这样打磨 它很容易就给这儿给打磨干净了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水里头 加上纱子以后 就相当于是用纱纸 对这个东西进行打磨 所以里头加上这些颜料以后 它的切割效果会更好一些 说到咱们今天这款 五轴联动智能的这个大型水刀 其实它在做精密加工的时候 是会遇到一些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一看 它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障碍 你这手里拿了这是一块什么材料 我这是拿的一块亚克力板 等会儿看这水切割的特性 就是用它做测试吗 对 水刀是一把软刀子 软刀子切出来的话 它有一个后部亮点 一个质后亮点 我们贴过点比如说来到这 但切出点有可能还在 这下面另外一个地方 您就是把它放到这上面 咱们看它切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 是吗 对 工作人员固定好 这块两厘米厚的亚克力板 准备开始切割 高压水流果带着魔料冲击而行 虽然力量十分惊人 但是在透明亚克力板上 留下的切割痕迹 不是一条直线 而是一条抛物线 并且越往下面弯曲度越大 看来水刀这把软刀子 和真实的刀子确实不同 这就是您说的水切割材料 发生的问题是吗 对对对 现在我们明显的看出来 切除点 但是切除点它是一个质后亮 那不同的材料 质后的这个距离也不一样了吗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这不仅仅是材料的问题 它有一个压力 有一个磨料的流量 还有一个我们走刀的速度 一系列的因素 每一个因素对它都有影响 如果要把水刀用在比较精密的下方的话 这个就需要 比如说一般的操作人员的话 需要十年以上的经验 有可能才能做出稍微好一点的工件 这个可以解决吗 可以解决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智能水刀 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全部有软件的预测 智能水刀有了之后 这个对操作人员的要求就降低了吗 降得非常低了 现在连一个小孩 用我们智能水刀就可以解决 非常高精度的工件 不需要长时间的培训 只要几个小时的培训 几个小时的培训 对 就可以做 真的吗 真的 我不太相信 我叫我儿子 他才七岁 我们对他作为一个简单的培训 他就可以解决非常高精度的东西 真的能行吗 真的能行 那行 咱们看看去 好 就是我儿子 对 七岁 小朋友 你今天想做个什么东西啊 想做只小一 你会用机器吗 会 你学过吗 学过 学多少时间学会的呀 一个小时 学一个小时就能学会了 这台机器很简单 真的一个小时就能学会吗 对操作其实就是 简单的几步的操作 我们就会的 比如说我们选择的时候 就有一个材质 比如常用的材料 我们都有的 其实就是这一张菜单 给他填写完整的 对 这张几个简单的 几个层数一输入 就行了 那当时让他试一下 可以 好 我们将用这个普通的盘子 进行切割 一个只有七岁的小孩 真能操控得了 这个庞然大物吗 面对一百毫米厚的钢板 智能水刀 能加工得了吗 高精度的切割 又能做出哪些 普通寻常的物品 敬请收看 外发明 激流利刃 水刀在切割直线时 速度极快 遇到折角 略有停顿 这个看似简单的操控 在传统水切割领域 需要极高的操作经验 才能驾驻自如 猛烈的水流 把切下的磁片 直接吹飞 这只鱼切得怎么样 挺好的 切起来 这个切起来好像难度不大 它其实还可以切出更复杂的形状 你比如说用另外的材料切一个东西 把它拼上 刚才你演示过 切割下去是有一个锥度的 那你切另一个材料的话 中间很有缝隙的 我们的自然水刀 如果补伤好 就可以非常好的 让它结合在一起 基本可以做到无垢 那咱们这回拿什么材料来切一个 我们可以用一个磁砖 然后来切另外一个东西 跟它拼在一起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那还是让小孩都可以操作 对 小孩就可以送出来 好吧 您也教他一下 咱们试一下 好吗 对 行 为此 我们找到一块1.2厘米厚的磁砖 进行测试 这个厚度的磁砖 在切割中 已可能产生上下追度差 这样的拼接测试 真能做到 淹死合缝吗 虽然需要切割出边缘平直的图形 但是为了克服切割追度的影响 五轴联动切割头 进行了大幅度 全方位的摆动 而且切割速度 也是不断变化的 这么复杂的运动 是否会对切割精度 造成雾面影响呢 切割出的这个图案 如果尺寸稍大 就会塞不进去 稍小 又会从盘子中掉落 磁砖正好卡在盘子上 不大不小 正好合适 但加工磁砖 只能算初级水平 如果加工高精度金属零件 又需要水刀 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呢 需要智能来计算这个追度 然后用五轴联动来补厂它 然后使它变得精密 我们栏目标志上 有一个鲁斑锁 这个东西需要颜色合缝 差一点就拼接不上 像咱们这个水切割 能做出一个合格的鲁斑锁吗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那咱们也选用这种材料 这种是鱼美合金 我们试试看 好 那咱们也试一下 好的 鲁斑锁是一种损毛结构的积木 它要求每一块都有较高的精度 才能紧密涅合 为此 工作人员找到鲁斑锁相关图片 并将图片转化为机器 可以识别的图纸 然后将十毫米厚的鱼美合金板 放到水刀切割台上 并将机器调整到位 一切准备 就细 鱼板厚度和刚才切割的瓷砖厚度相仿 但是切割头的摆动的角度 却要小了很多 由于铝的熔点比较低 因此用一般的切割手段 可难以一次性加工成型 而普通水刀虽然是冷切割 但是由于其存在固有的切割锥度的问题 因此依然难以做到高精度切割 那么新型五周联动水刀 效果如何呢 水刀的切割进度很快 但是突然 污状水流如同高压蒸汽一样 飞溅出来 这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怎么刚才水怎么喷得到处都是 是它打到我们下面的存在油板 后面反键出来 没办法解决是吗 不是的 平时我们都是在水下切割的 水下面切割 对 水下切割一方面 噪音小令 就不会有这样大的水发的反键 等会咱们把水位升上来 您切一下 咱们看看效果 好的 切割又重新开始 克制高压水涉流的法宝 竟然已是水 流动的水可以迅速消解 高压水涉流的巨大能量 不但不再有水化飞溅 连噪音也小了不少 经过近四十分钟的切割 鲁班索的各个部件 终于被切割完毕 我们把鲁班索部件 拿到办公室 由工程师将三十三块零件 组装起来 最后一块被装了上去 他现在真的严严丝和缝了 我们准备 可试一下 主办所要是加工不紧密的话 晃一下应该就晃掉吧 那我摔一下呢 会散吗 你这个应该不会 连接的很紧密 那我摔一下 咱们看一下 这块变形了 并没有散架或者是哪 要再高点扔呢 会坏吗 也是只会边角 上面会被砸凹下去 真的吗 我提高一倍 提高到这是两米高 扔下来呢 我试不会散架 真不会散架 扔下来了 哎呦地都砸坏了 咱们看看你这盒 还是没事啊 要再高点呢 放到三米多的高度呢 不如我们试一下 你试一下 你真确定没问题 确定 你这梯子都一米多了 这不止三米的高度 对 你这扔下来这个会散架呢 这会觉得 我觉得应该不会 确实不会散吗 配合的很好 配合的很好 一定没问题 好 再扔一下 来 咱们捡起来看一看 确实没有问题 水刀切出的鲁班索 经手住了考验 那么智能水刀 相比别的加工方式 又有什么优势呢 我们跟随工程师 带着几种材料 来到一处激光加工中心 看看 激光加工 有什么特点 这是一套 四千码激光切割机 它是由激光发生器 划出激光束 然后经过透镜聚焦 在焦点处 聚成一极小的光斑 光斑温度高达数千度 从而融化金属 这种装置 切割金属老板 速度极快 您这给他们准备了一块 什么样的材料啊 我这一块 我放给后的这个 不就刚刚把 我想这一个 那个削皮刀用的 削皮刀的样子 对对 你需要有饼有刃是吗 对 是 那咱看它能不能切好吧 您这一块 什么样的材料啊 切割削皮刀 成败关键 在于能否切出刀刃来 激光切割速度很快 但这次切割 效果如何呢 整体比较平整 但是边缘有毛刺 关键的刀刃部分 完全没有切出来 那用水刀切割 能切出有刀刃的削皮刀吗 中博士 那作为咱们这个水切割设备 能切出这个刀刀吗 三轴的水刀是切不出来的 那咱们现在这种呢 五轴的可以通过摆动 这个切割筹 可以把这个润的切出来 您这放了一块 这是什么材料的板子 这个是五毫米的不锈钢 就是说跟这个材料是差不多的 应该是差不多 差不多 那能拿它切出一个这个吗 可以 好 咱们也试一试 刀刃的厚度通常在0.3毫米以下 一般需要先加工成毛坯厚 再经过仔细打磨才能成形 将要以此切割出来 并且是用水刀这样的软刀子切割出来 其难度可想而知 来到最关键的部分 切割平直的刀刃 水刀切割头却缓速做了个大回转动 这个动作就能保证切出锋利的韧口吗 切割把手部分是 切割头没有多余的动作 水刀的速度快了许多 不到两分钟 一把削皮刀就切割完成 看一下 这是一把削皮刀 所以它有的要求要产生一个刀刃 那咱们量一量才刃口多厚呢 刀刃大概是0.2毫米 刀刃只有0.2个毫米后 我这准备了一颗苹果 您觉得它真能削得了这个 把苹果皮削下来吗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您试一下 这个只展示一个它能够摆动角度 对 这样一个功能 咱们这个五轴联洞跟它通常的那种 传统加工中的五轴联洞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主要体现在精度上面 我们这个五轴联洞的 这个摆动的摆角的分辨力 可以达到0.01度 这个通常在其他的五轴联洞 0.5度是比较普遍的 这个相差了50倍 那它加工的东西的精度也就相差很多是吗 对 那个精细的加工可以做得了 那个厚的东西它还能加工得了吗 那咱们 也可以 稍后咱们也找一个材料试试好吗 可以的 齐格厚钢板 一般常用以缺火焰齐格的方式 为此我们来到一处金属制品加工厂 看看这种设备的特点 火焰切割是利用氧化铁燃烧过程中产生的高温来齐格炭钢 这种设备价格便宜 齐格速度快 特别是齐格厚钢板 效果很好 但是它的问题也很突出 作为高温切割方式 钢板在切割过程中会发生非常明显的热胀冷缩反应 因此无法用于精密切割 为了进行对比 我们只能用它加工一个结构比较简单的物品 这是一块厚达一百毫米的钢瓶 我们打算在它上面切一个斧头形状 超过三千度的移缺火焰 切割速度很快 但是它只能切割却无法拉孔 因此无法切出插斧饼的孔 切割结束 它能切出一个边缘整齐 人口锋利的斧头吗 好 现在就可以拿下来了是吧 就是这个形状的 那底下怎么 底下是火焰割的 下面的那个焊渣 这是焊渣 对对对 反正火焰切割的这个都 都没有办法去除它 它多少一点就是了 都反正肯定有了 反正肯定有 这就是割的效果你满意吗 作为你们来说的话 这个等于火焰它最好的精度就这样 最好的精度这都是 那水刀能切成什么样呢 我们把切割斧头所用的钢地放到水刀切割台上 这块钢地厚达100毫米 材质极为坚硬 从我们刚才做过的测试中可以看出 切割厚度越厚 射流的弯曲程度也越大 而厚度对切割的影响还不止于此 在我们以前播出过的关于水刀的节目中 切割30毫米厚的钢板 钢板的侧壁上会留下水流散射的凹槽 那么这台智能水刀真能切出一把完美的斧头吗 工作人员输入切割参数 准备切割 为了防止水流反件造成的伤害 工作人员不但在喷嘴上泡上海绵 更是在上面放了一块驴板 威力如此巨大的水切割 真能做得了切割辅刃 这样的精细活 材料太透 水刀一时切不透 大量的水在高速摩擦中 直接蒸腾为水蒸汽 这台水刀的每分钟水流量只有3.7升 磨料的消耗量也只有每分钟0.5千克 但是这些却要从一个只有0.33毫米的喷笋中喷出 因此水压高达400兆帕 相当于自来水水压的2700倍 经过100分钟终于切割完毕 水刀真能切出一把完美的斧头吗 那把它先拿出来看看好吗 哎呀 很不好拿出来呀 这就是咱们切出来的斧头 您看这个怎么样呢 刃口切得很尖 刃口很尖 你看咱们这个刃口跟这把火焰切割的对比一下 火焰切割再把这个刃口给烧掉了 水刀它没有这个热的影响 而且它是磨削 所以刃口可以很封密 我们这儿又找到一个苹果 咱们还是拿它试一下好不好 咱们看看这个斧头 特别是底下这儿 上面倒可以把它划开 但是像削皮什么的 对 咱们再试试 这个 刃口锋利了连点都能消下来 对 您对这个精度满意吗 可以 这么厚的材料 能够切这么锋利的刃口 这是其他的技术不太容易达到 虽然智能水刀可以一次切割出斧头 但这并不能体现它的优势 水切割最大的优势 是切割中基本不产生热量 但是水切割这样的冷切割能达到工业级的精度要求吗 为此 我们准备用水刀在钛合金板上切割一个齿轮 看看效果如何 钛合金是一种航空航天领域常用材料 它强度很高但性质特殊 在切割过程中会有粘劲 很难加工平整 因此想把它加工成零件 工序繁杂 成本高啊 那么 高筋度水刀能把钛合金一次加工成型吗 钛合金强度极高 抗拉伸强度几乎是超硬力的三倍 但是面对水刀似乎毫无抵抗之力 迅速就被切穿 可以看到切割处火花泵溅 这是切割钛合金所独有的现象 水刀切割速度很快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一个齿轮就被切了出来 但是 它切的质量 合格吗 邓博士咱们看一下 切的效果怎么样 您看这个 应该来讲挺好的 非常满意的一个结果 齿轮应该是工业领域里 精度最高的一种零件之一了吧 咱们怎么证明 这是一个典型精力机械零件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齿轮组 比如说行星齿轮 行星齿轮是一套齿轮组 每个齿轮除了可以照自己轴线自转摆 还可以照其他齿轮轴线公转 就像太阳系中的行星那样 这种齿轮组对精度要求很高 任何一个齿有问题 都会导致整体难以转动 那么这台智能水刀 真能在钛合金盘上 切割出这样精密的齿轮组吗 水切割是各种切割方式中原理最复杂 控制难度 也最高的 而行星齿轮也是工业领域中的高精度的零件 这种齿轮组常用在汽车自动变速箱 或钟表等高精度设备内 它不但齿轮数量多 而且连不同的轴线转动 稍有无差就捏合不上 经过三十分钟切割 行星齿轮切割完毕 这一个齿圈四个齿轮 真能紧密密合吗 我们把这一套齿轮拿到办公室进行组装 你已经提前在上面钻好雅了是吗 你要先把它安装上是吧 是 捡固定好齿圈 再装好太阳轮 咱们先看放一个才能钻得来 它一定的 现在就是这三足齿来说配合是很好的 对 那我再放一个进去呢 这还能转起来吗 可以可以可以 现在是三足齿轮 如果再加一个是不是难度就更大了 对 此时装上行星轮 它还能转动吗 好 那你拿个方案去 您每一个螺丝它一起都可以转动是吗 曾博士对你们这个作品满意吗 挺好的 挺好的 这个精度达到你们的要求了吗 这个基本上体现了我们的加工精度 哦 加工精度是一方面 可以用水切割 切割一个一组的成套的设备吗 要不我们切一辆自行车吧 那咱们去试一下好吗 对 好 曾博士 做一辆什么样的自行车才能体现水稻的特点呢 设计人员经过紧张工作 终于设计出一辆特别的自行车 这辆车怎么像一头石子 这样的自行车也能加工出来吗 设计变成了图纸 开始进入实际施工阶段 第一块铝合金板材被放进加工台 它将会变成自行车的哪一部分 这块材料慢慢露出真容 原来是车头的狮子图案 接着其余部分也一一开始加工 铝合金主体结构 亚克力车轮 不锈钢链轮被一一切了出来 最后橡胶车坐垫也被切了出来 自行车的所有部件被加工了出来 历工程师咱们这所有的自行车的零部件的加工好了是吗 是的 这些都是水切割加工的吗 对这些都是我们水切割加工的 这几个轴承件的东西不是水切割加工不了 那您装一下 我们装完之后咱们试试好吗 好的 如果零件加工不精密 就可能发生组装不上的情况 那这辆用水刀切出的自行车 能保证严丝合缝的精密拼装吗 经过四十分钟的努力 自行车组装完毕 感觉这个自行车怎么样啊 觉得蛮好的 蛮好的 能骑得了吗 能骑 那我来先试一下 亚克力的轮胎不会坏吧 这辆车有二十多千克重 看来骑起来还是有些吃力 刚开始觉得好像有点重 但是好像越骑越轻松了 这个 可以进去买菜了 可以进去买菜了 行 咱们拿到楼下试一试好吗 让大家试试看看感觉都怎么样 您也是啊 很陡 感觉一下 骑完了说说感受啊 这位看来经常骑自行车 骑在轻松自如 小孩儿 这小孩应该都踩不动了 好重哦 好重哦 我忘了姐弟啊 你好 轻松了 怎么样啊 感觉挺好 挺好 可以骑着去菜场 可以骑着去菜场了 轻松吧 轻松 轻松 还有谁想试试啊 您从事水切割行业这么多年 见过这样的全部拿水切割 没见过 这应该也是世界第一辆啊 对应该是 有收藏价值的 有收藏价值的 对 您设计的 您自己也骑一下 感觉一下 好吧 感觉怎么样 董博士 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 有一点点小小的了不起 很有成就感觉吗 对 对自己的水器 水刀满意吗 挺满意的 挺满意的 对 好 由曾静岳张世健研制的 高精度智能水刀 结合了他们在水刀基础理论研究中 所积累的庞大数据库 在国内首先开发出 水刀智能操作系统 使普通工人操作水刀 也能达到专家操作的水平 第二 率先在水刀领域 采用五周联动技术 不但可以进行三维切割 而且可以通过切割头的微调 达到精准切割 从而使水刀可以进入精密加工领域 大把扩大了水刀的适用范围 在我们进行的各项测试中 表现出相当高的实力 这种中文水刀 我觉得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 它是一种五周联动的 能够在航空航天里 进行复杂零件的三维切割 第二 它解决了目前这个水刀切割的自然缺陷 切缝追度 它进行数学模型的追度插补 可以进行一致呈性的精密切割 第三 它在这个专家的努力下建立数学模型 可以在专家数据库的引领下 很简易的编程 所以这种水刀的出现 填补了国内空白 它对我国的这个航空航天领域 一些精密加工的引领 具有很大的触及作用 好了 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我爱发明的节目内容了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要告诉我们的话呢 可以登陆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还有新浪微博 今天也再次感谢彭老师来到演播室 参与我们这期节目 谢谢朋友们的收看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科教频道的 其他节目内容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科教频道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